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逆》 作者 尔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1453集 通开门就是大门 望着那通往奇异世界的漩涡 亡灵沉默下来 许久之后,他目光一闪 走向通往朱雀星的漩涡 但就在他脚步落入那漩涡的一刹那 却是在脑海中突然传来了一个带着好奇的稚嫩的铜音 你怎么走啊 这里是仙纲大陆啊 我叫娃娃 你叫什么 王林脚步一顿 只是那声音已然模糊 似隔绝的距离太远太远 渐渐消散了 仙纲大陆 王林转身 看了一眼那另外一个漩涡 这个名字他不是第一次听到 当年从疯子的口中 他也听到过一次 疯子曾说 其故乡叫做仙纲大陆 王林沉默 隐隐的他似乎明白了什么 就要明白了这界内界外的一件惊天动地的隐秘之事 但此时他还是有一层隔膜 无法完全贯通思绪 仙纲大陆 七彩刀人 青水 风子 长尊 战老鬼 饲养天道 天逆珠子 远古先遇 还有那战老鬼当年在云海与长尊交谈时口中曾说的一个词 内服 这里面存在了一根线 这根线贯穿了这些 或者还有一些我不知道的 但当这根线全部把它们联系在一起之后 就是这界内界外 最终的惊天隐秘 或许梦到之前的我 没有资格去知晓这些事情 但如今 这个资格 我有 王林双眼一闪 带着一股冰冷 走进了通往朱雀星的漩涡 其身影骤然间就融入漩涡内 消失不见 昆虚星日 朱雀星外 那出现在星空中无限之大的空门 其上缭绕了六道本源之力 使得这空门成为了古往今来 在这界内界外 从未出现过的巅峰之像 这空门出现在那里 可却始终没有那破门之人走出 如此一来 却是形成了一股无形的窒息之力 让界外修饰 甚至包括那虚神天尊在内 都感觉到压力的存在 该死的 居然有六道本源 这种事情 就算是长尊也都无法做到 死人到底是谁 他竟然以六道本源 引动空门 他若是一旦轰开 其修为即便 还是空门出气 但就算是空旋出气 他都可以一战 甚至他将会在很短的时间内 跨越空境 此人 此人若是界内修饰 必须要杀之 虚神天尊 眼中杀鸡闪过 转身不去看那让他心惊的空门 而是向着朱雀星一步迈去 他尽管是分身来自 可同样具备了空旋出气的修为 此刻迈步中 在临近朱雀星外 阵法的一刹那 右手抬起 其整条手臂 赫然化作紫色雾气 一拍之下 那雾气膨胀如动 如同风暴 直接冲向朱雀星外的阵法 轰鸣回荡间 这坚持了数月 本就将要崩溃的阵法 骤然碎片 化作无数碎片道卷 使得朱雀星再没有了保护 杀进去 毁灭此星后 速速离去 虚神天尊 身子疑惑 直接就踏过那崩溃的阵法 看到了那朱雀星上 高耸入云的风尊雕像 在那雕像四周啊 数千界内修饰环绕 要在这里进行一场死战 冷笑中虚神天尊 抬起右手 正要将这雕像毁灭 但就在这时 他突然面色一变 猛地转身 看向身后那空门旁的星空 火门之人 朱雀星外 在那空门旁出现了一个漩涡 这漩涡转动之下 一股惊天动地的气息 隐隐透出 在虚神天尊转身的刹那 青衣男子同样心神一阵 有所感应之下 立刻看去 还有那周景 甚至在朱雀星阵法崩溃后 准备重入其内的数万界外修饰 同样在这一瞬间 感受到了这股让他们颤抖恐惧的气息 这气息他们熟悉 这气息那青衣男子熟悉 这气息虚神天尊熟悉 这气息那周景更是熟悉的 让他几乎魂飞魄散 同样的 这从那星空之中庞大的空门外 那漩涡中传出的气息 也让朱雀星上风尊雕像棚的数千修饰 感受到那在记忆中埋葬了数十年的熟悉 我就说他死不了 他死不了 他是我的兄弟 他死不了 司徒男身子一颤 眼中露出惊喜 狂笑起来 南云子倒吸口气 他之前还在猜测 是谁居然有如此造化 以六道本源引动空门 此刻 在这气息传出之时 却是同样大笑起来 好 好 好 凤尊之位 岂能会死 十三 鲁夫子 还有那神色萎靡的青龙圣皇 此刻全部都是身子一阵 看向那空门外的漩涡 眼中露出激动之色 尤其是十三 更是激动不已 那龙盘子脸上露出微笑 望着空门外的漩涡 似看到了当年在自己面前 怒斥的身影 凤尊 凤尊 凤尊荣耀 昆涮荣耀 那站在雕像外的树前修士 此刻 一个个激动中 发出了憋闷了许久的咆哮 他们之中尽管有人 不熟悉这股气息 但看到司徒南等人的神色后 却是脑子里 顿时就浮现出了一个名字 一个他们永远 也无法忘记的名字 凤尊 汪林 随着那数千人在风尊雕像前的呐喊 这声音越来越剧烈 最终化作了一个声音 惊天动地 传出了朱雀星 传入了星空中 传进了外面 那数万戒外修士的耳中 在这数万戒外修士 那已经遗忘在记忆中的噩梦 再次苏醒 浮现得一刹那 空门外的漩涡中 在那戒内数千修士 激动的呼吼下 一个身穿白衣 一头白发 神色带着肃杀冷漠的男子 其身影一步步从漩涡走出 他的白发舞动 他的衣衫吹打 他的样子 他此刻给人的感觉 仿佛是从黄泉归来 是从死亡之中走出 他是王林 他是封尊 我回来了 王林走出漩涡 冰冷的双眼 透出寒意 扫了一眼 这界外数万修士 但凡与其目光对望者 纷纷心神颤抖 亥然中啊 下意识的齐齐必退 尤其是那周景 更是汗如雨下 急速后退 那轻衣男子眼中 露出无法置信 他清楚地记得 对方在那场杀劫下 明明已经死亡才对 可他不但没死 再次出现的时候 居然以六道本源 引动空门 这种事情 让他的冷静 轰然崩溃 封尊 封尊回来了 封尊荣耀 封尊荣耀 那朱雀心上的数千修士 此刻兴奋中啊 似乎拥有了无穷的力量 他们一个个冲出 带着一股从未有过的气势 惊动星空 就在亡灵出现的刹那 在这些界内修士 呼声激动的瞬间 那虚神天尊 神色阴沉无比 眼中露出杀机 转身向着空门下的亡灵 一步走去 黄口小二 你当年没死 今日也必死无疑 老夫倒要看看 你这还没等踏入 第三步的小背 如何能在老夫手中存活 当年你的肉身 老夫没有多舍成 但今日 你既然送上门来 便是老夫之物了 当年的事情 对虚神天尊来说 是一场耻辱 更是让他极为后怕的 他怕的是内之剑 但此刻 他若是不战而逃 身为太古武尊 他确实无法做到 但此刻话语中 奇速之快 在轰鸣之中 骤然临近亡灵 亡灵神色冷漠 在那虚神天尊 分身来临的刹那 他的双眼闭上之后 猛的睁开 这一次睁开之时 一股浩然之气 从其眉目间 滔滔而出 这股气息 是当代大儒的 凌然正气 是一股明误天地 不畏鬼神的 天地之气 这股气息 连天地都要闭腿 连鬼神都要惊恐 甚至 就连这天地的规则 在其面前 也都如同虚色 这是属于人 属于人的大儒之风 修士也是人 即便是修炼之第三步 成了大能之后 其本质也还是人 推想 王林一眼看去 落在那来临的 虚神天尊身上 在他看去 无论对方多么强大 但在他眼里 还是一样 与凡人 与蝼蚁 与一山一石 一草一木 没有任何区别 虚神天尊 分身的身体 刹那间便是一顿 他眼中露出 无法置信之色 他清晰地感受到 此刻的王林 在他面前 仿佛成为了天地 从其身上 传出了一股 让他害人的气息 这股气息 直接顺着其双眼 轰入灵魂 让虚神天尊 在这一瞬间 仿佛回到了 当年尚未修道时 抬头看着天空 那种自身渺小 如同蝼蚁的震惊 这股气息 冲入其魂 不在乎其修为 不在乎其身份 只是一句话 便如同天地规则 甚至凌驾于 天地规则之上 如同凡间帝王的圣旨 对于凡人来说 不亚于 五雷轰顶一般 那虚神天尊 骇人之下 他几乎不敢相信 自己的眼睛 不敢相信自己此刻 那心神颤抖的感觉 他此刻的样子 与王林那梦中的 注击修士啊 没有任何的区别 你 你 虚神天尊 身子下意识地 后退了数掌 眼中露出 在他身上 极为罕见的惊恐之色 那一句话 那一股浩然之气 惊天地 正鬼神 这一幕 让那远处的周景 面色惨白一片 眼中露出绝望 还有那轻衣男子 原本他也想迈步而出 去杀王林 但此刻 其脚步却是一颤 就连道心 也都不闻起来 他没有修道前 其身为举子 此刻的王林 让他心中 浮现出仿佛当年 遇到了大儒先生的震撼感觉 三人尚且如此 那就更不用说 四周那些 数万修士了 他们一个个在这一句话下 再次退后 看向王林的目光 露出难以掩饰的 无尽畏惧 王林大修一手 喝退虚神天尊后 看都不看对方一眼 右手抬起 五指阴空门 雷霆 火焰 英雲 生死 真假 杀戮 六道本源 以武王林之名 凝聚着天地间 哄开空门 王林的话语传遍八方 在其话语传出的刹闹 从这空门上 传出了一股无上威亚 渡空门 王林抬头看着 那占据了星空的庞大之门 他等这一天呢 等了两千多年 他等这一天 等了太久太久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鲜秘》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尽在喜马拉雅